同學有提到的有關Excel裡面有個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裡面有個工具有一個Web選項 Web選項裡面就有個編碼 編碼這邊一樣可以選UTF8 不過我不知道這個選了之後另存還是亂碼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可以再看一下 如果這個地方OK的話那當然簡單許多 就不需要還要額外再利用那個記事本幫你打開 所以這部分的話可以再試試看 當然如果有同學有試出更好的方法 他們也可以再歡迎提供給大家 那這樣的話我們已經傳上去 這個方法第一種就是說 最後記得用那個記事本把它另存成UTF8 那如果第二種就是說 其實還有一般普遍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新增資料的話 我之前已經新增過了 我可以用 或者是說我可以用那個語法的方式 那個語法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class旁邊語叫insert 這個insert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要一行一行輸入 已經很花時間了 我這邊已經有 預先輸入好到我的 買seql裡面 那我可以匯出成seql語法 所以這邊的話呢 按右鍵編輯一下 seql可以用那個記事本來開啟 或者是說 不過這個記事本開啟有個缺點 它不會折行 而且折行不整齊 用那個什麼 記事本加加好了 再來開的話 它會結構比較清楚 那基本上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insert into 哪一個什麼呢 哪一個資料表 後面的話一定是什麼呢 哪一些欄位 總共有七個欄位 後面加一個values 那values就是 總共有十筆記錄 我要分別怎麼樣呢 直接幫我放進去 那當然 如果說 你 其實也可以用像語法自動產生 寫一個程式有沒有 比如說 Excel VBA也可以啦 你又開個頭 上面的insert into 哪一個table 然後呢 哪些欄位value 後面就把什麼 每一個欄前面的格式做出來 產生一個seql檔 就可以啊 也是一樣的 那這個檔呢 做好之後的話 請你把這個檔 Ctrl C 那如果說 你要把它新增資料到 我們剛剛的那個 我看看 student裡面有沒有東西 因為這個 好像後來我又丟了一個 那個 用Excel 另存的 結果你又 你看又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地方怪怪的 明明它就是已經 UTF-8了 那可見的 是不是Excel那個功能 是不是 有問題 還怎麼樣 這個我想有時間的同學 各位可以再試試看 看有沒有辦法直接就 一次就做完 那最好 把它這個delete掉 因為如果你沒有delete掉 它會有重複的key 這個key的話 不能重複 那再來上面有個 我們除了 可以從匯入方式 輸入資料之外 還可以用seql 那匯入裡面也有seql 這邊也有seql 哪一個好呢 其實兩個都好 反正 做得出來最好 做不出來什麼都不好 OK seql點一下 接下來請你把 剛剛的語法貼上 貼上 貼上之後呢 你會發現 那當然你 這個在這個地方 記得要點這個seql 裡面的 點這一個資料表 的seql語法 而且它其實旁邊 也會一些欄位 告訴你怎麼做 包含seql insert update delet 都有啦 有提示 你也可以用這邊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insert into 這邊做好 按執行 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發現 它上方會出現什麼 新增實列 並且讓你知道新增哪實列 然後把它點擊開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實筆記錄 一樣可以新增進來 所以第二種方法 可以把它建立起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class的這個資料庫練習 那待會的話 因為我們要做那個 第202題這個地方 書籍查詢的這個範例 不過呢 在做任何的範例之前呢 記得一定要先 建立資料庫 你才有辦法執行 否則的話沒有資料庫 你一查就不會有data 所以第一個怎麼樣呢 請記住 這個範例裡面 請先產生一個 library的資料庫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 在我們 202題裡面會有個檔案 叫library.seql 這個library.seql裡面呢 已經幫你做好了 兩個事情 第一個 建立資料表 第二個 就是把資料 再放到資料表裡面 所以這個資料表的結構 欄位那些都有了 OK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先試試看好了 就是第一個 把剛剛的這個 students部分先完成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下一題那個 202這一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利用這一題 來了解 如何建立一個查詢系統 而且也蠻方便的 第一個那你買seql 才有辦法 所以如果你 買seql run不起來的話 後面其實 都不用說了 那資料來源呢 可以是任何的格式 不過最普遍是e-sale e-sale e-sale如果OK的話 我想以後你的資料 反正 人家給你什麼格式 e-sale 最常就e-sale e-sale 就很快就可以把它放 買seql裡面 但是 最大問題就是那個 run 如果run 這個問題也解決的話 我想以後應該會run的 越來越順 謝謝